先把剛剛的那個表格給做完了 我把它做完大概就長這樣 這個我先把它刪 最後的話就長這樣 然後上面的話就是欄位名稱 記得郵遞區號一定要放在第一個欄位 你知道為什麼一定要放在第一個呢 你放別的可不可以 如果你用VIRU函數這個函數 你一定要把要查詢的資料放第一欄 你不能放別欄 這個是它的一個規則 特別注意 好那這樣的話OK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在這邊插入一個欄位 一欄的地方 名稱給它叫限式 接下來要查詢 不過在查詢之前我剛剛有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這個範圍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名稱 叫什麼名稱呢 叫遊歷區號 所以先怎麼樣 你可以先把名稱先複製 Ctrl C 以後呢底下這個範圍 我就叫這個名稱 為什麼呢 好 比較方便 你就不用說還要再選這個範圍 選的方式很簡單按F3 這個可能稍微記一下 那首先這個名稱有了之後 有不要放D2 Ctrl C向右向下 然後把名稱輸入進來 Ctrl V切上 記得要按Enter 那這個範圍以後呢 我們就用這個名稱來代替 這個範圍喔 就叫這個名稱 那以後要呼叫這個名稱很簡單 按F3 這個可能也是要稍微記一下 固定規則 有了這個範圍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是 切到這個總表 掃剛剛線式 所以我們就怎麼樣 直接拿來看 這個地方就是插入函數 接下來的話呢 使用的就是V乳函數 所以如果你對V乳函數不熟的話 可能就是再多做幾遍 或者找其他的練習 稍微再試試看 這個函數非常重要 因為它很多地方 只要是查詢外部資料 都會用到它 OK V乳函數 那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要查什麼 查什麼資料啊 查郵遞區號 去哪邊查 F3 去郵遞區號 這個總表查 那郵遞區號的第一欄 一定是也是跟它一樣 有沒有 才可以查得到 那查完之後呢 要把第幾欄的資料 帶回來啊 然後就第二欄 輸入 要怎麼比對 要一模一樣 如果查不到的話 跟我說查不到 輸入0 按確定 這剛剛有做過了 按確定 好 上下填滿 那十幾萬筆 就會在瞬間完成 有沒有 大概在一兩秒鐘 就全部做完了 好了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要做樞紐分析 主要針對哪兩欄呢 這一欄 跟這一欄 所以主要要這一欄 如果沒有這一欄 那就沒辦法統計 還有這一欄 也就是說啦 這麼多資料裡面 其實它主要做什麼 其實就是把 只要是在台北市的 就把這個後面的這個數字 來幫我加總在一起 OK 所以喔 再來就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這個範圍對不對 OK 那我就把 線式拖拉到列 但是有一種可能性喔 因為我們線式這個欄位 是後面才加的 所以喔 你們可能注意一下 如果有就不用再特別注意 如果沒有這個線式的話 那主要因為我們剛剛的資料變動 所以記得喔 你可能要按重新整理喔 意思就是說 重新再載一次資料 不然喔 有可能會看不到 線式這個欄位 特別注意 應該有同學有遇過 遇到 奇怪老師為什麼找不到線式 是不是我前面有問 沒有啦 因為你重新整理就好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把線式拖拉到列 然後呢 把什麼呢 用這個什麼 受電度數 放到值 然後呢 再利用排序 排序就是B4有沒有 排序在資料裡面的 那我要找出那個 號電冠軍的 就是應該前幾名的 那你就可以把Z到A 所以把什麼 所以剛剛做的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後 把那個線式拖拉到這邊 把受電度數拖拉到這邊 幫我加總在一起 然後呢 再切到資料 裡面的Z到A 排序 OK 排序一下 那你看到 欸 怎麼會在台中市 其實是高雄 這個其實我也不太解 另外還有台南 可是喔 這裡面還有一個 景恩A 景恩A 找不到 欸 為什麼找不到 不知道你們 剛剛有同學有發現這個問題 其實如果你要深究 很簡單 直接把 樞紐分析表這邊的 這個數字快點兩下 他會把錯誤的那個 所有資料幫你列表出來 我覺得樞紐分析表出來 他出現的錯誤是什麼 西區703 找不到 欸 那為什麼找不到 其實各位 你可以再回到這個 這個表啦 其實為什麼找不到 因為喔 理論上應該是在這裡面找不到703 我看看有沒有703 欸 有沒有 702 直接 就跳 7 有沒有 704 所以顯然應該是這個地方 少了703 欸 為什麼會少 可能就是他那個 舊的資料 提供喔 中華郵政那個有錯誤 所以也許 你們可以寫 因為有跟他們 網站聯繫一下 說你們少一個703 OK喔 那怎麼辦 其實很簡單 你又補上去就好了 補的方式就是 要不就補在最下面 好不好 這個啦 Ctrl C 然後把它Ctrl向下 然後移到這邊 反正就只要在這個範圍之內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補一個703 然後它是C區嘛 所以補一個C C區就可以了 OK 好 但是我們剛剛定義的範圍喔 好像只有定義到它上面這裡 少一個 那怎麼辦 公式 名稱管理員 你可以去修改那個範圍 或者重新定義也可以啦 名稱管理員 記得喔 公式的名稱管理員裡面 他剛剛的那個範圍 這好像是錯的 這個啦 點一下 它到哪裡呢 應該是到那個369 所以我剛剛又多一個370 所以你只要怎麼樣 把那個數字改什麼 改370就可以 所以369改370 然後呢 打個勾就可以了 那它的參照就會多一列了 OK喔 所以就把369改370 好 這樣完成 那我們回過頭這邊來看一下 剛剛的錯誤在哪裡 錯誤在這裡 這個嘛 當然資料 你想說老師為什麼沒變 因為你沒有重新整理 所以你可能要再回到 剛剛這邊有一個 樞紐分析表工具的分析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有沒有發現 重新整理 已經NA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它跑到台南 有沒有 台南去了 所以台南的數量應該會增加 不過看得出來 好像前三名 都還蠻意外的 反而是那個新竹縣 好像沒有跑到比較前面 這蠻奇怪 那最後呢 如何畫 會是一個那個圖表 最後的話呢 你們就是把這個地方 再插入一個圖表 圖表其實蠻好找的 在這邊 樞紐分析圖 就是 繪製好之後 找到這個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到圓形圖 就可以變出來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我剛剛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先做完這邊這個 這個表一定要做完 然後定義名稱 這個可以複製 旋底下 Ctrl Shift向右 向下 或者你們乾脆自己 就先增加703 也可以啦 就是台南多一個703 然後這個叫郵地區號 然後呢 再到我們原來的資料裡面 插入一個 這邊 一個縣市 然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最後的結果 那最後如果你要匯製 這個圖表的話 就樞紐分析圖 然後找到圓形圖就可以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